男子一外去世获得60万元赔偿 前妻明知儿子不是前夫亲生 竟也带着9岁的孩子前来争夺家产 公公拿出亲子鉴定 表示孙子不是自家血脉一分也不会给 谁知前妻不仅毫不畏惧 海洋岩开关艳师也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眼前这个暴跳如雷的女人名叫葛丽 几天前 湖南某地的一处工地发生了坍塌 葛丽的前夫郑元凭则被当场夺去了生命 由于葛丽的儿子彤彤是郑元凭唯一的后代 郑家爷爷奶奶就找上门来 要求孙子也去参加父亲的葬礼 谁知葬礼过后爷爷奶奶对孙子不仅不再理睬 彤彤还像是受过很大惊吓 我听我儿子说他奶奶哭了很 很伤心 他那个爷爷不要他了 怎么样 葛丽认为 郑家人之所以这样就是为了独吞那笔抚经 原来郑元凭意外去世后 郑家人共得到了六十万的死亡赔偿 其中有二十四万属于是童童的抚养费 可郑家人现在的架势肯定是想把这笔钱毒吞了 随后 葛丽带着记者就杀到了前夫家里 果不其然 奶奶见到童童就一脸冷漠 只是打电话让老伴赶紧回来 记者试图提醒童童是郑家为医生下的香火 不料想起儿子的老人马上放声大哭起来 并不断重复着童童不是郑家的孙子 原来郑家原本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在1982年就已去世 老两口想不到如今还要白发人送黑发人 然而葛丽的关注点根本不在这里 她一听前婆婆说孙子不是亲生的 马上就其实汹汹地骂了起来 这是郑家爷爷终于回来了 只见他见到众人就忙不迭地不停发言 但对童童却和奶奶一样冷漠 随后老人这才拿出了那份亲子鉴定 在葛丽眼里 郑家人之所以不认童童做孙子 无非就是想要独自把占那六十万的赔偿款 然而郑家爷爷却说 那二十四万本就是他们专给童童要来的赔偿 作为儿子血脉的延续 他们甚至还想把童童的户口签到郑家名下 但郑远平和葛丽当初属于未婚先允 童童想要回到郑家就必须做亲子鉴定 水疗DNA检测报告出来后 结果竟然显示童童和郑爷爷没有血缘关系 这个结果是什么 这个野生不一样吗 就是说就排除他们的关系 排除郑爷爷的关系 那这个的带回来 他说不是你的程序 他说你以前我也不可能 面对这张亲子鉴定 个例坚定无比地说 童童肯定是郑远平亲生的 这份报告只能证明 童童和爷爷没有血缘关系 但郑远平是不是郑爷爷亲生的就不知道了 要想知道童童和郑远平的亲子关系 那就只有开关艳势 老是芭蕉的郑家父母被格丽得的说不出话来 只好站在那里默默流泪 两家人不欢而散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格丽还专门到前夫的目前大哭了一场 童童也用一首诗表达了对妈妈的支持 回到家里 格丽仍然在对郑家的表现纷纷不平 她说自己18岁时就和郑远平在一起了 第二年还给对方生了个儿子 后来格丽再次怀孕 婆婆却以家里条件不好为由让她打掉 谁知住院期间郑家连个人营都没有 这也让格丽对郑远平彻底死了心 因为我那时候做了那个手术之后 我就彻底对她死了心了 因为那时候我做手术的时候 没有人陪伴我 然后就是我老妈每天去医院送饭 都是她一个人帮我 然后还帮我带小孩 然后我就慢慢慢慢地 我就跟她死了心了 我也没有回心转意的那种 最让格丽委屈的 是她和郑远平离婚后近七年时间里 郑家人对彤彤敬也不管不问 直到唯一的儿子死了才想起还有这个孙子 亲子鉴定一出 所有人都开始怀疑格丽是不是曾经出轨了 可当记者拿着那份鉴定找到律师询问 律师一看尽就说这是假的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当地的司法检验所 检验所主任看完后表示这份鉴定虽然没有法律效力 不过单从技术上来说 童孔真的不是郑爷爷的亲生孙子 记得说是可以排除孩子与爷爷的主生关系的 后来这边还是跟父亲的关系 有了专业人士站台 格丽队拿回这笔赔偿款就更有信心了 于是在记者的协调下 两家人一起来到了当地的权威机构 重做亲子鉴定 工作人员表示 虽然童童的父亲已经去世 但只要郑远平的父母还在 同样也能确定孩子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在采集血氧时 童童下意识地一头钻进了爷爷的怀里 郑爷爷也情拍着孙子的后背表示安抚 但这幅平和的画面注定不会长久 一个星期后 司法所的调解人员拿到了亲子鉴定结果 可就在工作人员打开结果之前 郑爷爷却突然出声打断 他表示自己现在并不在乎 童童到底是不是郑家的亲生孙子 只要格家人同意 他就愿意抚养童童 然而郑爷爷的反常却让格丽两眼放光 他觉得郑家人无非就是想读吞六十万的赔偿款而已 为了得到那儿是四万的抚养费 格丽坚持要打开那份鉴定 然而鉴定结果却让他瞬间傻了脸 支持小孩跟妈妈之间存在亲生血缘关系 被检测出处 这不是孩子 中物学主书你的假设 不是是吧 是什么没有了 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血缘关系 现场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的人都在盯着格丽 格丽却始终没有再发疑言 直到次日 格丽这才找到记者 承认了自己在郑远平之前还曾有过一任男友 因为我那时候我没跟我爸妈妈妈提起过 就是我舅舅知道 后来我舅舅就是 那个人就是说也不是我们活了 就是外地的 我舅舅怕我家到 那时候怕我家到外地嘛 就是在场里面认识的 然后就怕我家到外地去 才叫我硬磁工嘛 谁知格丽这世已经怀孕了 无奈之下 他才选择了郑远平来接盘 不过即便证据缺糟 格丽静突然又说要把童童送到郑远复养 郑远老不同意 他还坚持要到法院起诉 就是通过法院要想来 就是理所当然所有的那些 都通过法院来判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知道 后果可以去拿吗 可以 格丽现在的奇葩做法 让人实在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是可怜了无辜的童童